哈喽各位早啊 我终于放假了 换了这么一个居家的背景 我先来介绍一下我的布景吧 这个后边是个窗户 然后这个木条是我哥哥公园里边剪的 这个是我买来拍照用的道具 昨天刚收到我的宝贝 先来开箱哈 哈哈 这就是我一整个冬天的囤货 防壁面 这个不是植入 就单纯的我很喜欢吃而已 是我专门吃泡面的小叉子 讲究 泡面配一壶铁关音 是我最爱的搭配 好了吃饱了就可以去干活吧 我先快速的化个妆 这是一个比较基础的发型 适用于所有的发罐类的发饰 如果你对这个视频感兴趣的话 就接着往下看吧 先把头发前面这个区分出来 后面的头发分成上下两个部分 上面的部分竖成一个马尾 然后用一个这样的发包 垫在这个位置 用一字夹固定一下 把下面的头发分成两个部分 盖住发包 和马尾整个绑在一起 然后剩下的这一半也是一样的 树上去 把那个碎的头发都给抹上去 尤其是脖子上面的那些小碎发 我们就得到一个比较饱满的后脑勺了 然后脑的两侧也给它垫上这样的小发包 好了 然后把两边的头发这样盖住发包 然后用椅子夹固定一下 需要两个夹住 一上一下子把它的坎去 夹好了 这边也是一样的 前面的这个并发呀 把它录上去和马尾整个绑在一起 准备一个这样的发包 随法比较多的同学可以套一个防尘网 现在一个基础的底就打好了 先把头饰带一下 一字夹固定一下这个圈 我觉得这个超好看的 但是它上面也没有夹子和拆什么的 我问了一下掌柜的 它说可以卡在后面的这个发包上 试一下好了 还行 但是有点晃 最好还是用个U字夹 可以加工一下 把环衣戴上 哎呦 我到处处处了 戴进去了 这个发型就完成了 是不是很简单 但是我觉得刘海 我这边的刘海已经粘好了 现在来粘这边的刘海 就用这个假接毛胶 哈 在额头上刷出你想要的那个形状 就跟画画一样 你希望它怎么走向你就怎么涂 就沿着你画的那个路线 把它贴上贴好 贴刘海看上去复杂 其实很简单 好了这个发型彻底的完成了 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